我们进入这地下黄陵之前 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那石门上堆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因此是不可能有人进去 忽然 我大叫一声不好 迅速向来时的路跑去 好在事情还没有发展到我想象的那个地步 我还没到最开始碰上南宫的地方 就已经与他们相遇 那是在一个拐角处 当时由于跑得太快 因此我看见他们时 想停住脚步已经是不可能 直接是撞在了小月的怀里 由于冲击力实在太大的缘故 直接将措手不及的小月撞倒在地上 而我则趴在她的身上 又很不巧的还吻上了她的嘴 等时所有人都傻眼了 不就是一会儿没见吗 至于那么激动吗 有那么一会儿所有人的大脑都是停止了运转 感觉到挤压在我胸前两团软乎乎的东西 就半撑起身子 好奇地看着小月胸前 当时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看到小月他们没事 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落了下来 兴奋和激动顿时是影满心间 浑然忘记了此时我们的姿势是多么的暧昧 只看见小月的脸红红的 看起来非常的诱人 自动忽视了众人满脸黑线 我这是在干什么 刚差点要失去理智了 该死 这怎么回事 一边懊恼地扯着头发 一边小心地起身 将地上的小月也拉了起来 小月 你没事吧 小月见大家都看着她 顿时脸上红韵更胜 什么了 干什么 要跑得那么快 还无跌倒 摔得人家 好疼啊 都怪你了啦 好好 都怪我 我帮你吹吹 吹吹就不痛了 说着 帮她拍了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而后转到她的身后 轻轻地摸了摸她的头 理了理她如铺的头发 将头凑上去 轻轻地吹着她的脑袋 久久不愿离开 易云和莫商对视一眼 同时转过身去 看来他们并没有碰上什么危险 这样就好 只是我还怀疑那个男工 他给人的感觉很是古怪 但具体又说不出 到底古怪在什么地方 让人猜不透 对于这种事情 我一向是直接地接过去 既然现在猜不透 那么要不就是她没什么可疑的地方 要么就是隐藏得实在太深 到现在还没有暴露出来 所以就不管了 留个心眼就是 反正是狐狸尾巴总是要露出来 心急反而还吃不了臭豆腐 我把和他们分开之后的经历 一一到来 虽然不是很详细 但却是每件事都提到了 包括我对此事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当然 关于男工的事 我还是没有说出来 万一事实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 岂不是伤了和气 寒了人的心 这可是大忌啊 见他们都在沉思 我便悄悄地拉了小月的手说道 小月 你闭上眼睛 我送你件东西 为什么呀 睁开眼睛 难道就不能送东西了吗 什么道理 不想给我就算了 小月眼中虽满是欣喜 但还是故作生气的 好好好 听我们小月的 就这个 送给你了 我满是宠溺和疼爱地 从怀中取出遗物 正是我在那假书房中 得到的那张奴 此时的她 已经变成了亮银色 看起来是美轮美奂 触手的感觉 很是细腻 让人感觉很舒服 小月一看见她 顿时是喜爱得不得了 看起来小巧玲珑 也不是很重 使用简单携带方便 总之小月很高兴的是 一蹦二跳三尖叫 而后在我脸上是重重地 巴结了一口 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下 脸皮一向很薄的我 顿时感觉脸上是火辣辣的 估计早已是红透了吧 而那男工却是微微一愣 随即有些伤感地 轻轻地扯动几下嘴角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伤心事 并没有花费多长的时间 众人便收拾好情绪 准备继续赶路 尤其是小月 更是兴奋的小脸通红 激动得是左串右跳 没过多久 我们便到了那个书房 所在的位置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忙叫众人停下 长大哥 让我们停下来 是有什么事吗 小月有些疑惑地问道 其他人也是不解 方才我和那个僵尸 就是从这儿进入那个书房的 根据他们所说 这间书房 是这个地下皇陵 所有机关的总调度室 如果我们能发现那个密室 将这里面的所有机关都断掉 我们岂不是不用这般 小心翼翼地赶路了 而且这样也会减少伤亡的可能性 虽然我们可以用原力 抵挡住那些机关 但是一旦碰上了什么 需要用到原力的地方 到了那时 我们又该怎么办 我们几个都不是纯粹的体修 失去原力的我们 实在是有些忧心忡忡 公子 其实我们不用去管那些的 我们来着雷池的目的 便是冒险 即使是可以说是 魏蓝的传说中的法宝 或者是 那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 但是在如此凶险的地方 无论做什么都是有风险的 一旦那样做了 我们来这儿就没多少意义 而且那些机关和暗藏的危险 也不是全无好处 至少可以用来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 和随机应变的能力 这些虽然是些细微的东西 但确实是必不可少 平时我们修炼的时候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和条件 所以说是个机遇 也无不可的 一云扫了众人一眼 而后把目光落在我身上 缓缓地开口道 语调平和 让人听了 心神一片宁静 一番话说的众人是眼中光芒个闪 似是领悟到了什么东西 到了现在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毕竟他也是出于一片好心 才反对我的 而且说的不无道理 让人想反驳都找不到借口 因此便点点头 既是如此 那我们便继续前进吧 反正我们之间不乏高手 即使是出现什么危险的状况 也能及时应对 当然 能自己解决的便自己动手吧 平时只过着修炼 也该找个机会 好好完善一下自己的不足之处 对我们日后的进步 也是大有匹益 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众人点头附和 那几位看向我的眼中 满是赞赏和鼓励 忽然间感觉心里暖暖的 心弦似乎被什么东西了动 这眼中一热 连忙背过身去 努力吞回 即将夺目而出的滚烫眼泪 清了清嗓子说的 既然大家没什么意见了 那么我们便继续前进吧 大家小心注意四周的情况 虽不能草木皆兵 但也不要放过任何可疑之处 依旧如刚开始的那样 我们在涌道内缓缓地前进着 每一次都要先探探路 然后再过去 如此小心翼翼 虽然导致前进的速度慢了些 但还是其乐融融 每过一个关卡 都是对我们素质的考验 因此倒是没说什么抱怨的话 这样的情况 一直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而我们却也什么没有碰到 无论是那觅食还是机翼 这就让人有些郁闷了 毕竟谁也不想冒险之后 两手空空吧 虽然他们没有说什么 但还是能看出 他眼中脸上的郁闷之急 但我也不好说什么 虽然都是在一起的同伴 但是现在我只是一个小孩子 他们或许出于某方面的原因 给了我一些表现的机会 但是我也不能做得太过分 忽然脑中是一道灵光闪过 有些不确定地问向大家 你们说 会不会在这里面的宝物什么的 都藏在这密室里 所以我们才没碰到 正当我们准备查探一下周围一番事 忽然一股阴风挂来 让我们齐齐打了个寒战 不由地警惕起来 这纷纷竖起耳朵 睁大眼睛 倾听和注视周围的一切情况 一切细微的声音都不会放过 而就在此时 黄鼎天忽然指着墙角的一块板砖说道 你们快看 这块板砖和其他的颜色不大一样 大家连忙朝他所指的方向看去 那是一块暗红色的板砖 上面印着淡青色的诡异花纹 我们几个不由靠近了些 仔细打亮那块板砖 立得较劲的小月 也不只是因为好奇 还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 用手轻轻地摸了摸 敲了敲那块板砖 又以同样的方式观察了其他的板砖 而后疑惑地抬起都说 这都一样啊 除了上面的图案 其他的没什么区别啊 正准备回答他的话的时候 却感觉到一丝细微的震动 连忙是拉起小月向后退 而其他人自是感觉到那细微的震动 连忙是闪身后退 以免发生什么危险状况时而措手不及 我们刚退开 对面的墙壁在一阵轰隆声中轰然倒塌 而且这石块是瞬间蹦碎 看得众人是目瞪口呆 不过好在灵智尚存 忙闪身躲开飞时 而接着 一切都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般地静了下来 落真可闻 为这永道中平添了几分死记和肃杀 让人不自觉地绷紧了全身的神经 小月和我则亮出了武器 一根亮银色的软鞭 一杆血红色的长枪 六个人十二只眼睛死死盯着那个黑漆漆的大洞 从外面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 只能隐约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和腐臭 诸位小心了 这里可能是腐尸 这些腐尸的普通刀剑很难伤害 且生命极其顽强 想要杀死它们很麻烦的 必须破坏它们的脑袋 或者直接将它们全部崩碎 否则都是白费力气 南宫动了动鼻子 闻了闻空中弥漫着的越来越浓的味道 对我们提醒的 看来他还是见过腐尸的 将破例散出去 正准备探进去看看究竟里面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猛然大喝一声小心 一把将站在我前面的小月拽到我的身后 手中的长枪同时向前灌去 这咔嚓一声响起 无声的寂静 一个腐尸被我手中的血红长枪穿透 而他的手已经是伸到我的身前 差点是碰到我的身体 小月则站在我的身后 惊魂未定的大口大口喘着气 水汪汪的毛子 死死盯着我的身前那个腐尸的手指 那红肿的手指前端 有三寸长的黑色指甲 乌光闪耀 看得人是头皮发麻 那腐尸的手臂动了动 又靠近了一些 却在此时身体渐渐化为粉尘 消失不见 咱的铁血神枪可是有超级树性的 大家小心 这些腐尸好像会隐形 我大声喝倒 接着手指在额头上一画 修罗天眼 开 瞬间光洁的额头上 渐渐地裂开一道缝 诡异地没有一滴鲜血流出 而后那条缝是越来越大 从里面露出了一只血红色的毛子 不 看上去更像一颗红宝石 往四周一扫 额头上不禁渗出了细汗 怪怪 周围可是整整十八个腐尸啊 而且正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 仿佛随时都会扑上来咬人 一云闭上眼睛 喃喃地念叨着什么 而后再次睁开眼睛 眼珠表面仿佛多了什么东西 看上去是灿弱兴芒 煞是迷人 而莫商呢 则微微一笑 轻轻念了句 水龙波 顿时一股蓝色的液状物体 从他的身上四周蔓延 接着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想来 他是在那些腐尸身上 下了某种标记 而后又魂力锁定进行格杀 而那位叫南宫的男子 手中则多了一把桃木剑 这轻轻一挥一抖 那剑上是射出一道清光 大胆妖孽 还不现行 这话音刚落 那道清光已是消失不见 接着一道波纹向四周扩散 而我在此时也已经动了起来 手中的血红色长枪是陡然猛动 熊熊的烈火 顿时就燃烧了起来 将那看上去有些好看的长枪 顿时装得是威武不凡 身形连闪 已是扑到了一个腐尸面前 手中的血红色长枪 以穿云裂消之势 向那腐尸的头部插去 让人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那腐尸缓缓地将头一扭 却恰恰避开了我的攻击 手中的铁血 擦着他的耳迹穿了过去 而我的身体 也因为惯性的原因 不受控制地向腐尸撞去 而此时 他的手臂已经是抬了起来 裸露在外的乌青色手臂上 渗出绿色的液体 看得我是一阵反胃 那指甲上的乌光 也让我是心里发毛 手中的长枪向下一压 打在腐尸的肩上 同时抬脚 轻轻地点在那腐尸的手上 手中的长枪 则顺势向后回眸一捅 将其灌进了一个 扑过来的腐尸头颅上 而后朝待在原地的小月 微微一笑 绝妙地轻功和飘逸的身姿 顿时让小月是眼貌金星 白皙的手掌上 长枪轻轻一拍 身体顿时向上飘起 从横空半卧变成了直立 当我的身形下降的时候 猛然发现 一个腐尸正向毫无防备的小月 伸出了魔爪 这心中大怒的我 顿时将开始掉落的长枪 一脚踢了过去 那游戴着熊熊烈火的长枪 带着巨大的冲力 将那腐尸撞飞了出去 而后钉在墙上 看得众人目瞪口呆 心潮澎湃之下顿时念叨 此次成就必定是不可先了 所有的人的心里 都在默念着这句话 手中的动作却丝毫未停 没有人甘愿落于他人之后 我朝小月微微一笑 将她从地上拉了起来 招了招手 血红色的长枪化作一道流光 再次回到我的手中 而且再次是燃烧了烈焰 轻轻地在小月脸上印了一吻 小月 我们并肩作战吧 小月是轻点针手 手中的亮银色软边 瞬间是化成一条银蛇冲了出去 如闪电般的速度 让那些动作虽快 但反应极慢的丧尸们 是措不及守 滑溜的银蛇 顿时缠上了一只俯师的脚 那柔弱无骨的小手 轻轻一抖往回一甩 那俯师 瞪时朝我的方向飞了过来 眼中寒芒一闪 脚尖轻点于地 身躯瞪时轻飘飘地飞了起来 手中的长枪探出 瞬间穿透了那俯师的胸背 但那俯师 依旧是朝我撞了过来 倒不是他顽强 而是这惯性实在是太大 他也是迫不得已 身形轻转 从他的上边 绕到了他的身后 右手顺势将插在 他身上的枪拔了出来 右脚在左脚上轻轻一点 借力一番 回到了小月的身边 而此时 战斗已经是接近了尾声 毕竟在场的没有一个是菜鸟 那俯师又不是高级的 所以在我们面前是毫无还手之力 也只能算是开胃菜 倒是让我白白欢喜一场 公子的技巧又上了一个台阶 可喜可贺 一云笑眯眯地对我攻了攻手 莫山和黄鼎天 也是说我年轻有为 鹦鹉不凡 倒是闹了我个大红脸 众人也只是当我害羞 却不知我是羞愧 自己金丹气的功力 却只有这么一点点本事 被他们这般称赞 实在是让我心中憋怯 脸上也是给憋红了 扭头见小月 满脸崇拜地看着我 这心里才好受一些 却在此时 又感觉到了一股古怪的波动 那感觉像是微呀 又像是一种气息 更像是一种气体 古怪的感觉是油然而生 总感觉周围有危险 连忙提醒一声 这里的空气很是古怪 大家注意闭气 小心中毒 调微内呼吸就行 小心周围的空气波动 很可能是我们杀了小的 来了个老的 话音刚落 便听到一声 急似怒吼的咆哮 淋漓而又诡异的咆哮声 顿时让每个人的心情 端端烦躁起来 就在此时 怀中的小月抬起了头 好看的眼睛微微一眯 简短有力的破摸二字 随口而出 如清泉翠流 让人有一种毛色顿开的感觉 心情极为的舒畅 而此时才发现 被那高级腐蚀的灵魂咆哮 所震慑的众人都醒了过来 感谢观看的 感谢观看的 感谢观看